娱乐圈中有各种各样类型的男明星 沧桑的 鸡肉欧巴 小买狗 在小鲜肉人群中有几个人气快速提高 看人气高不高 可以从微博粉丝数和微博评论数看的 要说现在90后小鲜肉明星中粉丝数最高的人 就要数王俊凯了 他的微博粉丝数非常的高 目前的微博粉丝数有5024万 平时随便发一个微博评论数几乎都在几十万上百万万 转发数和点赞数更是居高不下 他的微博粉丝数甚至超过了陆寒 小小年纪就这么受欢迎 一定有过人之处 作为TFYS的另外一个成员王源 行届高情商 周末的个性深的大家喜爱 还曾经代表中国去联合国参加演讲 小小年纪的他面对那种情况 一点都没有紧张 非常流利的用英文进行演讲 在王牌对王牌中 他还跟沈腾分别担任队长 幽默又谦逊的风格十分淘气 他现在微博的粉丝数4946万 平均每条微博的评论数都有50万左右 从偶像练习生成名的蔡瞿坤 虽然现在跟粉丝数才1333万粉丝 比起王俊凯 王源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从成名到现在才短短几个月的人 这个登展速度非常可怕的 而且蔡局昆每条微博 那平均评论数都稳定在几十万 跟王俊凯比起来差不了多少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 蔡局昆等粉丝数上了5000万后 这个评论数就可怕了 作为归国四子中的陆寒 人气在EXO的时候早已积攒得非常高 回国后陆寒也获得很好的发展机会 去年陆寒公布了和关小彤的恋情后 微博粉丝数掉一部分 加上今年陆寒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作品出来 现在正在播出的甜蜜暴击反应也是平平 再奔跑吧 钟陆寒今年的出镜机会也没有前几年高了 现在陆寒的微博粉丝数4698万 平均评论数在10万左右